孔父子 他也是三十岁 学业成就 受无有之于学 三十而令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 随心所欲不欲取 你看 他的境界 不断向上提升了 确确实实 他列下的大志 是为生命利命 为王胜积绝 为天下开太平 心中最凉目的 周公 很想学周公 周游列国 希望有祝侯王 用他 帮助他 帮助他 治苦 拼天下 社稷尼 没人用他 这是缘分 也是 中国人所讲的 命运 孔子没做官的命 求官 求不到 到五十八岁 六十八岁 年岁大了 年岁大了 没有知欲之人 把这个念头打断 回家去教学 培养下一代 五十八岁 六十八岁开始教学 七十三岁 所以他老人家教学 十几 只有五年了 五年的教学 被后世尊称为 大臣 至甚先师 我说 父子当年在世 做梦也没想到 如果想到 有这种成就了 我相信 他跟 释迦牟尼佛一样 三十岁就开始教学 没想到 教育的事业 太伟大了 他如果去做官 顶多做到周公 影响不大 影响的这个范围 也不大 时间也很短 是释迦牟尼佛聪明 他是王子出生 不出家 回去继承王位 不干了 以佛陀的身份 出现在世界 教化众生 我可以做了 他说 我可以做了 我可以做了 对 我可以做了